干嘛呢 我在学校后门见他 你不能这样直接喂他 你等我一下啊 大部分的猫啊都乳旁不耐 喝纯牛奶啊它不易于消化 加一点米粉在里面就好很多 你打算收养他 这么小 因为我皮肤病肯定没人要 可我宿舍又不让带 那要不然我帮你养他几天啊 你们宿舍能带进去 我没住学校 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 给他起一个名字嘛 这么小 这么一丢丢小 叫丢丢 丢丢 那这样 你照顾他一下 我去跟房东打个招呼 等我啊 去吧 店长 不好意思 我想请假 农师走餐 有点急事 吃饭 谢谢 您好 我问一下这个房租是多少 哎呦 周静昊说的呀 哦 就是我对毛毛过敏不能养宠物的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租大概都什么 租金呢可以给你便宜点 三千块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租大概都什么 租金呢可以给你便宜点 三千块 来 小伙子 慢一点啊 好吧 来 你看看啊 我们这厨房是公用的 哎 我这楼上楼下啊 两个房间 要租嘛 你要一起租的啊 喂 这么晚了 房东那边是不是不同意啊 没关系 我还可以想办法的 同意 同意 没问题呢 我出去买点东西 马上回来 等我啊 来看看房子吧 哦 要不要我带你上楼上看看去啊 不用了 阿姨 我能不能只租一间啊 租一间啊 楼上楼下嘛 那楼梯嘛 很窄的 还有一个铁门呢 你只租这楼下这间 我楼上那间租给谁呀 阿姨 我说实话 我只付得起一间的房租 阿姨 帮帮忙 哦 这样子啊 呃 也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你要压一负六的啊 好不啦 行 没问题 好 jadi 我 咱们 ooo 我